平等这些东西 结场能力比较强 是的 好 这边看到 手还是比较顺的 起手一个雪军人 一二三 非常非常不错 对 然后二费正好上一个图 这个应该是一个控场 而且用萨曼 手里有一张闪电风暴 也不怕对面是动物园 但是对面不是动物园 对面是一个宇宙树 看到恩佐斯都觉得心慌慌 是的 这边再嘲讽一下 你好 这边术是可能在考虑 要不要扔硬币吧 这个硬币扔的话 抢节奏 下回合是两费 它还上不了东西啊 我觉得这回合可以过掉了 我觉得它可能是有点 它是应该有点想上 我这边怎么 我看起来只有三张牌 卡住了吗 不知道还有一张是什么牌 我们想一下 术师这个回合肯定是要过掉了 那对面的术师为什么没有费用 是我们这边应该是 就是卡住了 出现了一点网络问题 赶紧 这边术师到达了它的回合 应该是网络的问题 你有显示费用吗 我这边没有显示费用 我这边也没有显示费用 可能是南方现在的一个暴风雨天气 使得网络现在非常非常的不稳定 能卡了 在这里大家也谅解一下 这边应该是卡了一张牌 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解决一下 我们这边也是紧急地在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做一下处理 我们这边退出观阵 重新静一下看一下 应该是 刚刚应该是卡住了 视角卡住了 在这个版本里面 就是说最新的更新里面 就是说大家都会反映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观阵的时候会出现 就是一个bug 就是说卡住了 这暴雪一直会有这样的bug 就是说每次大版本更新之后的小补丁 之后会接连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小bug 然后这边看到 这边已经到达了 三费 五费了 已经五费了 那么刚刚应该是我们画面卡住了 五费 我们的萨满 手里还有两把锤子 下回合直接套锤子锤了 这边打的萨满打得好顺 是的 然后术士感觉要抽死了 这个学区人一直没有解掉 她要用那样的代价 拒绝学区人 可是这个477怎么捡呢 这边打过去 积极了已经 是的 是的 我们把第一场 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是怎样一个情况 看得出来我们萨满手是很顺 对 萨满很顺 她一费上的学区人 二费 一费的学区人 生长到了五费 就是五弓的一个程度 还是比较比较顺的 一个图腾加一费 然后477加两弓 就是四弓 还有一弓是这么加的 闪电风暴吗 闪电风暴 一开始手里一张牌 可能是闪电线 因为我注意到 我们的术师开场的时候 手牌里是有一个末日的 但是这个末日 并没有解掉我们的学区人 那么也就是说 估计是被 我们萨满的一个法术牌 给直接硬解掉了 这边还是比较遗憾的 我们把第一场的胜利送给我们的 然后现在是我们第二场 第二场对决 我们的萨满已经跑掉了 现在是我们的一个龙战士 对这我们的宇宙术 龙战士打宇宙术 好像龙战手顺的话 打宇宙术还是一个优势的对决 但是有一点很纠结 就是如果战士手牌里面没有龙的话 会比较尴尬 是的 对 那么这一场 手里拿到了一个二三三的出风 并且手里有一个龙牌 还前进是比较顺的 那么能不能赢的话 就看自己的座位了 我们这边好哥哥呼啸同学 已经输掉一场了 好对面看到这个棋手 有点不顺啊 比较卡手 没错 那这边说是一费 不出牌 没有排出 这边二三三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冲出去啊 留一费 看三费的情况 可以选择一个三攻冲锋 或一个四攻的冲锋 都非常非常不错 而且五费 还有一个小火蝶 应该不选择冲吧 但是会不会扔硬币 现在扔感觉 力不大 抢三连许 他下回合两费 并不能做事啊 这个二三三在手里 可以当做一把寒冰键来使用 我今天给你上一个寒冰键 一个李奶奶 看一下抓哪张卡呢 烈焰小鬼 力带 我估计可能会拿烈焰吧 拿烈焰或者拿力带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是选择拿了一张法术卡 算是一张结场吧 那这边二费是没有拍A上的 是的 我看他是结场还是打脸 直接打脸了 甚至有点凶 他还怕对面拿的是一张死亡缠绕 因为刚刚出的是一个李奶奶 因为已经到达了三费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术师 会如何来做抉择 比较尴尬 是的 也没有死亡缠绕 是的 都比较尴尬 一个两费空过 一个三费要飞一飞 加这个盾的话 像我也就那样了 他就只能打脸了 而且对面抓完他的话 那三一的厂弓 还可以再次解掉你的日路 这边倒是可以上一个 这个应该会上一个暴乱狂 之后强行的咬掉对面的一个李奶奶 问题不大 现在把难题抛给了我们的术师 这个今天今天的水器还是可以的 就是运气还是不错的 右手第一张 对七手都挺挺顺 没错 这边直接放过去 这边直接放过去 跟我们之诺解掉场面 四费 这个可以直接冲出去了 我先冲出去 获得四点伤害的优势 就是说我先转一下 这边 这边一个 里面加了一个鸡腿 你午饭叫鸡腿了吗 没有 好饿 我也好饿 像这边的话可以先 不过卡梅容是比较尴尬的 对的 看一下它怎么出 四杠三的一个身材 我觉得 他这一回和 上一个实施鬼做兑换吗 还是说上一个黑衣服之者 喷一下对面的一个三五 这个三五 这个身材又是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虽然说攻击力不高 但是吃上你场的晚上还有一血 是 这边可以化血为龙 加一个 化血为龙 化血为龙 对 自己场上还有怪 如果手牌里面有龙的话 就比较好了 是的 可以打出一个目光守护者 对 但是现在的话就比较尴尬 这边是直接喷脸 直接打脸 他觉得没有必要跟对面做太多的一个小好 那么 这个 牛化吧 牛化在场面的一个正常优势还是 因为他手上有个阿格斯之盾 没错 下车架起来之后 这个牛就变成高富帅牛了 对 上一个实施鬼继续打脸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好的别的办法了 这边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技能 我估计会拿一个火焰冲击吧 或者说匕首精通也还可以 火冲可以点掉那个三一 他在想是带匕首还是带火冲呢 想一下自己的如果说费用不太够的话就拿匕首 现在拿火冲了 然后这边过一张牌 看一下能拿到什么样的卡呢 拿到了一张死亡地里来的稍微有点晚 不大 里面的舒适血量已经被压到了很低很低 就十二连血 而且手里并没有什么太多能够 这边应该是撞了来一口 然后架场 架一个阿格斯 对 这边架架起来 看起来场面比较稳 但是实际上也就那样 架起来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手上没有 解不掉啊 对 也没有乱斗 两张化血维脑 而且也没有过牌的牌子 是的 可以上一个 可以化血维脑 然后撕掉四次 好像也是唯一的办法 嗯 然后上一个目光 然后 这个目光这回合肯定是要上的 对 不上的话 这边化血维脑 直接画这个牛啊 这边还有 5 3 6 好 这样会有点灰啊 嗯 其实也还好 因为如果不换的话 它怕那只牛能 比较轻易的解掉这个3 6 因为我们这样其实推进现在 优势方 渐渐的变为我们的 一个 数学 对的 嗯 这张带螺丝又不是特别好解了 我们上一张 暴虐实实轨 加一个化血维脑 啊 上一个暴虐实实轨 可以就可以了我觉得 剩下的伤害打领 下回头 可以坏性 维脑 激过我们的 呃 好跌 做一个血量的重锋 看一下对面 现在来看的话 看它能不能抽到那个 抽到发财之类的 嗯 每一个死亡缠绕 直接 在对面 医学的话 抽死 TC130 嗯 感觉比较危险 这这把真的是要看脸 这个大螺丝是 能不能打掉这个33 是的 或者是 I have no time for games 估计它应该不会是什么用 哦 诶 哦 现在比较好 哦 斩杀 还不错 但是斩杀之后 排并不是特别好上 这个斩杀肯定是要交的 对 他手里有一个死亡之意 可以再次的反场 问题也不会很大 我觉得斩杀是肯定要交的 然后 他在想猴蝶冲不冲呢 哈哈哈 对 他应该是在想火蝶冲不冲 但是如果火蝶 他冲不冲 怕火蝶变成对面的 对 因为对面放了一个女王在场上 是 这个场面 目前来看是有点尴尬的 如果他冲了 对面可以用女王 打 打他然后 我看一下 我必须选 这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如果我是他的话 先把大罗斯斩掉 是肯定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 大哥没时间了 然后再做别的考虑 这边要再吃一个回合的伤害吗 他先冲女王吗 先冲女王啊 也可以 这边化血维农 占一个两攻的怪 也是非常非常不错 但是我觉得这个化血维农 没关系 已经到达十费了 对 他可以自己激怒 自己到一个好爹 那么对面看一下怎么解决 这边发财来了 对的 感觉要绝望了 好 大王也来了 要发财了 那 发财了 这边打脸了 还不错 这边应该是要解掉这个大罗斯了吧 或者说 应该是要解掉大罗斯了 我爹还是很痛的 这大罗斯 嗯 但也只能解决 因为战士这边的技能已经不是加盾了 他也没有任何可以加血的牌 没错 所以他这个血量也是比较低的 是的 好看一下这边 他自己这边也看这么大 不要押忍 不过我觉得对面树式的胜率应该是比较大的 你看他手上的牌 是的 夏侯和 还有恩佐斯 可以再次拉到场上 嗯 反正是不会带 嗯 那战士应该是 减不住 那么现在两位选手的比分占了1比1在这一场里面 我们也是看到呃 战士打我们的呃 战士打我们的呃 龙战士打我们的一个宇宙术 对 是比较吃力的 是比较吃力的 虽然说前期比较顺 但是 但是我觉得战士前期可能就是比较贪 一直打脸 没有结场 是 导致自己后期已经没有牌可以去结场了 没错 像宇宙术这样的卡组啊 对 你不能让他在场面上有任何怪存的一个存在 其实术士 因为他是可以架强的 是 没错 打术士尤其是要注意就是说 只要不让他场上有东西 对 其实打到后面 胜率还是就比较低的啊 然后我们下一场对战是 战士的一个内战 嗯 你觉得哪边战士会更有优势一些呢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对面的战士是一个什么 想一下如果他是土豪战 土豪战的话 嗯 如果是拖到后期的话 我觉得土豪战 土豪挖宝战吧 土豪挖宝战 嗯 如果土豪挖宝战的话 我觉得土豪战打这个龙战是 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对 因为我说了嘛 龙战首先特别看脸 如果卡手上卡没有龙的话 嗯 你有一些牌是配合龙牌出的 是的 你就不舍得出 没错啊 你就很想摊一下 就想等手上有龙的时候再出 是 而且豪战的卡很多都可以拉卡叉的 对 比如说什么血吼啊 还有什么大斧子 小斧子 对 全卡比较多 然后你接起来也比较吃力 是龙战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接场方法 他又不带盾嘛 对 只带斩杀 所以说打起来可能会吃力一些 我们不知道两位选手的 我们的好客户呼啸 他的是 是一张什么样的战士 那么目前看来 被我们言中啊 是一个好战 科斯文战 科斯文战吧 科斯文战 没错 我看他有一张科斯文的牌嘛 没错啊 应该是科斯文战 就是前期不停的堆护甲 是的 前期就是过过过 而且科斯文战时有一张牌就是加十点护甲那张牌 是 是比较 配合麦格林童须刷二十甲 一下子二十甲 是的 而且他还会带两张 没错啊 这边龙战太顺了 一费三三 两费三三 继续冲 但是对面这边 对面一把小斧子解一切啊 这边并没有想到 对 一山各名山高 但是如果他还上一张这张牌的话 我觉得 其实也赚了 也赚了吧 这个血量抢下来了 对 六点伤害 是的 两张牌就是十二点伤害 这边选择 上斧子 应该是不打的 是要过吗 应该是要过 他还不知道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士 好 然后 上一个这张牌就知道是 肯定是科斯文战 科斯文战 在牌服里面笑一笑 好 那么解掉这个二三 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那么三费有点尴尬 他也可以化血龙 灰龙或者是猛击 看他是选择是游随从还是过牌 我觉得这个用斧子吃掉会比较直接一些 这样的好亏卡 但是场面是没有牌的 看他怎么打吧 直接吃了吧 直接吃了吧 一张 真的好亏啊 这样也有点亏 不合适 他是想 场面有怪 他是想有个怪 然后他对面斧子解掉 然后他就可以上 继续上他的冲锋了 二三三的冲锋 这个一个圣盾的四二还是比较头痛的 你说你如果有一个化学围龙多好啊 是的 这个圣盾四二你打起来觉得他烦吗 我是看到对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是很头痛的 战士是特别讨厌 顺顿的 盾这种东西 因为你是要用斧子吃的话 脸很疼就感觉很酷 是 那这边再次冲一发 把血量前期建立了一点优势 这边已经到达五倍 那么他这回合应该会怒喜吗 怒喜之后 再赚一个甲 化石血量的一个健康 他也没有什么太好别的办法 他现在其实也不慌 因为后期他知道卡 这个加盾也是很 因为他马上六倍就可以上 是的 这回合应该是上一个抽牌龙吧 过一下牌我觉得效果会不错 你觉得呢 嗯 应该是 上了我们的避蓝又龙 应该会上避蓝又龙吧 这个不要多想了 不然这个 这个牌卡手了 一会儿要 不懂 我也没看到 这个冲锋直接冲出去了 如果对面再来一把小斧子的话 你这一场 你不是要退了吗 他就赌他没有斧子 啊 还是赌对了 我们这边六倍扑你一个女王 或者说上一个土哈特都不错 我没有时间 现在不着急 用女王来降一下对面的智商 这边倒是可以上个目光守护者加盾 然后打脸 这边库卡龙也有他出来的道理啊 上场弹了八点伤害了 也够了 值了 因为打这种战士的 科斯文战士的话 如果你拖到后期盾甲太高了 是真的不好解 没错 不如前期打快一点 是的 那女王这边的话也是比较尴尬 解不了这个场 是的 是的 女王自杀都自杀不了 女王自杀都自杀不了 所以说她自己很头痛 她有个斩杀 女王上场就是想自杀的 对 斩杀拿到了 然后我觉得这一波场可以全部换掉 对可以全部换 但是看她贪不贪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叫 这个不换要崩的 我觉得这个叫Zin的选手是有点贪的 从上把就能看出来 就是有点心急 是 换了吧大哥 真的要换 这个不换真的很难打 是 这边应该是要用两张怪 跟对面做兑换了吧 你快要烧绳子了 同学 烧绳档 是啊 这边库卡龙已经忍耐许久了 竟然敢挑战我们大酋长的一个威严吗 王帅领一万城的扑从 来挑战奥格瑞瓦的酋长 还在烧大哥的速度一样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 他这样是亏卡的 千金难买我愿意 就要赌这个女王了 这个女王抓哪一个 其实都不舒服 都比较赚 女王吃掉三一 如果抓到四三 然后直接冲锋 撞掉五四 是啊 他这个五四上场之后 相当于只打了三点伤害 别的都没有什么别的效果 如果就算抓到五四的话 自己还是赚的 自己的血量 因为有这个图哈特的一个保证 一回合可以叠四点的护甲 所以说血量方面 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这边应该 这边直接交斩杀 就是想拿对面那个冲锋吗 我觉得可以 因为龙战士 他这一套卡组的克星 并没有什么超级的大卡 可以的 他想拿五四 五四数幸好 不怕小伙子 好 这边上一个铜须吗 对面乱斗也在手上 不怕这边铺场 是的 那么回合已经到达了一个巴费 这回合 这边应该也解不掉这个铜须 那到下回合直接上 其实我觉得他本来是有优势的 为什么就打打 就把自己的优势给送出去 对 尤其是刚刚不解女王 让女王在场上 又太贪了 是的 下回合对面直接对二十甲 就绝望了 你看他手上那张牌已经 是的 在手上了 上古之神护卫 是直接加十点护甲的 没错 这边过了一张护甲 这边过了一张护甲 来的不早不晚 但是胜利的一方已经渐渐地侵蝕到了我们的口温战身上 抓了二十甲 好清楚 二十四点护甲 这边五四吃掉四四 有点绝望了 因为他现在 他只能上 上 血厚 解掉二四 还能有什么办法 大螺丝吗 大螺丝或者说 吼蝶都可以 大螺丝的话就要赌 能不能打死对面的六六 打不死对面的六六 打二四打脸都是亏的 对 不如上吼蝶 把二四撑掉 因为这个时候你去赌大螺丝的这个几率 其实是比较 不明智的 对 这边可以下克松了 他不着急 下次玩一会儿吗 这边直接下克松了 觉得吼蝶这个气血有点烦 但是这个石血如果不能全部打掉 吼蝶 没关系他有摩响 再用六六换的话 我觉得确实有点亏 不如直接先用六六撞掉 吼蝶 然后这一血我觉得肯定是能吃掉的 或者就是上斧子 然后挖宝 也就是鞭血 还是上斧子 看下克松会怎么解呢 他会用自己的大螺丝加一把斧子 砍嘛 如果大螺丝解不掉的话自己就输了 我觉得这名选手 大螺丝也是解不掉这个实施的 他加斧子嘛 斧子砍一刀 那你如果解不掉呢 解不掉了自己就输了 但是他这么打 那没有什么太多别的办法了 你摆一个女王在场上 直接让自己 死亡之意 死亡之意感觉手上的拍也就亏掉了 是的 死亡之意肯定是不可取的 活生生被自己打输 是的 这名选手打得太着急了 这边要斧子 砍一刀 硬吃10点伤害 他要么就是斧子斩杀 斧子然后狂乱 大哥 斧子斩杀 斧子斩杀 10点伤害好痛啊 刺不刺呢 这样好了 我觉得这一回合暴浪筐可以丢啊 直接丢暴浪筐 然后斧子砍一刀斩杀 如果不交的话 这个暴浪筐基本交不出去了 而且 客村战客村下去之后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斩杀能力 他就会和上罗斯吗 砍掉 对面手里两张乱斗卡手 还不错 这边期待一下 摸奖能摸到什么样的牌呢 16张牌 就丢大罗斯 然后 再被他金龙啊 就是让对面来做一个乱动 还不错 对面肯定要交乱斗了 对 我斗两次我就不信 大罗斯下不去 斗两次大罗斯也下不去 他常常没关 这边大罗斯还是死掉了 这个但是这个解不掉了 这个没关系 我两刀可以了 这边血量多任性 好 继续堆 而且他是一次堆4点护甲 真的长完结 是的 我们再丢一个暴乱床 这回合丢 我觉得还不如上回合丢的 对啊 他不如之前丢了 而且他的攻击还堆很高了 不过他可能会被带乱斗 乱斗的话你就不要上金龙了 知道对面乱斗 对面乱斗 什么牌 一个克孙战 他肯定要带乱斗的 不然狗不住 再对一次护甲 38点护甲 然后 蓝猫 解掉对面的3 然后再7点2 这个护甲有点太高了 根本不去怕对面任何手段 那么这个金龄龙应该是不出去这波 先用斧子解掉21 之后波浪康解掉对面的66 场面打到了 10费 但是你觉得这边还能赢吗 希望比较渺茫 但是有大哥在手 一切都不好说 我们看一下 猛鸡先过一张牌 看一下能摸到什么样的牌呢 拿到了一个 这张牌也没有什么作用 加2加2 没什么用 两费他唯一好在的地方就是身材好 223 12张 这个上了吧 这个上了吧 没有什么太多 让他吃掉3 2 你看他就不弹 这个好处个还是比较稳的 这边拿到了一个过牌龙 好 先抽装盘再说啊 对 这边在考虑是上大哥还是上龙 我觉得上这个龙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 对 对 你多抽一张卡就是 能拉一点卡叉 还是比较不错的 他不要贪了 直接上一个龙就对了 这边拿到了一个暴乱石石鬼 这回合能打一个超高的伤害 上吧 别犹豫了大哥 嗯 我觉得如果不这样打 没有什么太多的情况 好 这边13点伤害 直接把对面的护甲打到20点左右 没有 但现在对面还是满血状态啊 一个复仇打击解全场啊 解全场 先打脸再解 他这个复仇打击想留在手里 还是打得比较巧的 看一下他怎么样子的抉择呢 对面也不慌 他觉得自己护甲比较高 而且对面三血的怪 可以被自己的复仇打击枪而决的解掉 那这边再来一个黑衣服使者 那么 场上的优势完全的掌控在了我们 ZIN这一边 我们的ZIN这名选手 从始至终手就比较红啊 如果他能按照正常的思维来打的话 我觉得这一场 这边带了一个大工匠来针对对面的一个 大哥 大哥 哥 然后再次 有一波的甲 有了一张最小的 是的 墨灯甲 这边应该不会换技能的吧 换技能的话 如果没有加墩子 你还是要换 但是有牧师 灭人的这个还可以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啊 嗯 因为对面是4点4点的夹 是的 你还是2点2点的掉 对他刻一个复仇了 看他打不打 那么就摊一下 这个复仇我觉得还可以留着 因为对面龙战士三雪怪还是很多的啊 他这一回合要打出自己的复仇打击 啊 又来一张小石怪 啊 直接打歌了 对面的工匠笑了 啊 学好家工匠刚好十倍啊 笑了 哦 哦 松鼠 真的没必要上感觉 我觉得我们的ZING同学心里已经崩溃了啊 你万匹草丁瓦飘过 哎呀 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那我们把胜利送给我们的一个 呃 好哥哥呼啸啊 对